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厦门的汽车爆炸 包括杜宾被抓 消息完全被披露 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应该说习近平没有控制住真正国内的局面 厦门被炸 然后很快速的被侦破 厦门是哪儿啊 是习近平主政的老家 6月3号 习近平的朋友陈平在香港被袭击 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 这是德国之声的文章讲说 杜宾失踪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那拍摄小滚头上的女人及著作了天安门屠杀的自由作家杜宾失踪超过一周 大赦国际呼吁中共当局立即澄清其下落 马三家受害群体将举行抗议活动 那我们看到介绍的时间应该是被胡佳和腾标律师呢 透过微博上的拿出来的 那时间是5月31号 那如果这么看的话 我们知道6月2号呢 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播放了六四的几锦 其中第一期 前两期就是我采访杜宾的之间的对话 采访当中给我最感触的就是他接受采访时 他描述男人的泪水 因为在接受我采访时 他失声的落泪 而且他曾经跟我讲说 石涛能不能把这一段落泪的呢 拿下来 有点太难看 那我自己跟他描述呢 就说没关系 反正石涛陪着你 那他就同意了 所以在两期的节目当中 有一段他落泪的场景 他另外一段话非常特别的 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讲说 我少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让别人多呼吸一些 如果这也算作伟大的话 我也愿意这么做 文章介绍说 小鬼头上的女人被采访的主要的对象 刘华费尽周折终于知道 是警察秘密带走杜宾之后 忍不住大哭 他最后一次与杜宾通电话 是5月31号晚上9点左右 然后他就突然 杜宾突然消失了 而刘华对德国之声讲 想说 总算他还活着 知情者知道 来自北京公安局 以及地方派出所的实名警察 两个穿制服 其余是便衣的 前往杜宾位于北京丰台 右安门外大街 居所将其秘密拘捕 警察还搜查了杜宾居所内 有关上访者以及六次学运的大量书记和音像资料 并将其封锁 至今连房东都不能入内 文章也介绍说 杜宾出生1972年 自由作家 独立制作人 曾任纽约时报的签约界摄影师 长期跟踪上方者的生存与抗争 出过很多的书籍 2011年以来 中共外交部拒绝签发 他为纽约时报工作的许可证 然后也提到说 他今年4月份拍摄了小鬼头上的女人 揭露辽宁马三家女子劳调所酷刑 以及有关对法轮功的迫害 而5月底出版了他的另外一个著作 天安门屠杀 这是第一本深处中国境内人士 编著的有关六四真相的书 在当时 杜宾接受过德国之声的采访 杜宾说 生活在中国大陆每天处于这种不安之中 不管你说不说真相 你都是不安全的 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我要编这样一本书 让更多的人知道 曾经有那样一些为了民主自由 慷慨朴死的人 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 那厦门公交车的爆炸呢 我刚才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主要看了一下呢 基本上我自己的态度呢 就是一个问号 我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BBC的报道说 中国网民质疑 厦门公交案的侦破的这个说法 文章介绍挺简单 说公交案本身 惊动了正在美国和奥巴马谈话的习近平 习近平要求全力破案 结果厦门警方迅速破案 受到网民们的质疑 他破案的厦门的警方的说法呢 是1954年出生的被媒体形容老上访户的陈水总 说因为他生活不顺利 身体不健康 产生厌世念头 报复社会 并说他在车上烧死了 然后拿出的证据是说 他曾经几次那天啊 几次上下公交车 然后如何如何就完了 就是网上的那么一段说法 然后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刘晓元 针对破案的理由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很幸运不是在厦门 我也没有坐上这道车 不然我就会被烧死了 也可能我就被会怀疑是凶手 因为警方会翻看我以前发过的微博 我这个人牢骚太多 厌世自觉一社会 案件就被侦破了 也就结党欢喜了 我觉得这话呢 这个刘晓元这段话呢 就说的就最准确 对吧 你随便找一个人 他也就被破案了 然后这一段是大火死了 47个人 那我说的 我的说法呢 就是挺简单的 7号呢 在厦门 而厦门是习近平主政 他的政绩啊 他的政治仕途是从厦门起来的 在河北做县长 县委书记 然后转到厦门 在厦门工作了极长的时间 在6月3号 他香港的媒体的朋友 香港阳光周刊的老总 陈平被两个被哥俩打了 那期节目我就说了 根本没打陈平 再打习近平 但我没说 厦门这火 一定是烧给习近平看的 可是习近平在厦门主政的时间 是他所有的政体 这个在政治仕途当中 最深厚的一个地方 最长的时间 而针对这件事情呢 BBC写了一篇评述的文章 我觉得挺特别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厦门公交爆炸之后 那网民敦促呢 习近平应该回国 那网民的质疑挺简单的 说习近平自上个月底 展开出国访问之后呢 到了美洲四国 首先拜访了 叫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哥斯达尼加和墨西哥 然后7号8号到加州 与这个奥巴马会面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场景 不计领带 比较随意 那结果这个奥巴马的太太呢 说这个两个女儿要上学 最后一个礼拜 所以就没来陪同这个彭丽媛 其实我自己 然后网上怎么这么评论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挺简单的 奥巴马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 习近平出访 拿到国家主席身份之后 出访的几次来 都是彭丽媛替他增赐 目光媒体集中在彭丽媛身上 赞美彭丽媛 但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 习惯说老爷们有本事 把这样的女人娶回家 奥巴马就不让彭丽媛在美国有这机会 这就是我的看法 下马威有了之后 谈的是什么呢 公开谈了有关黑客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呢 习近平要明白自己在干嘛 维护共产党 我跟你说 所有人都盯着你 所有的人都想整你 他愿意不愿意 他都想整你 你可以不相信神 你可以什么都不相信 但是会有东西整你 当你相信共产党的时候 因为这就在我的眼睛里 你也可以理解成这叫天灭中共 那在BBC的这篇文章里 主要是讲说习近平在他出访期间 遇见了两件事情 一个大火烧掉了120人 然后又烧了一个公交车 40多人 死了100多人 习近平应该终止访问回国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呢 网民们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对吧 人家是奴隶主 死了个奴隶太正常了 那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这个刘晓波的小舅子 那被判了11年 BBC报道这么讲的 中国以欺诈罪判刑刑 刘晓波的小舅子刘晖 11年徒刑 这是北京市法院 以诈骗罪 判的他小舅子11年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并被处以罚金2万元人民币 那他先讲他做生意了 怎么怎么样 那他小舅子可能是个生意人了 我自己的感觉呢 这就道理挺简单的 在中国社会当中 就是当初这个警察威胁 这个刘晓波的太太的时候 就这么说 你的哥哥 你的弟弟都是做生意的 我们会从这点下手 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生意人呢 正经800 如果像美国和加拿大 这么做生意的话 基本就是死定了 你连你连外头卖豆 你连卖茶鸡蛋 你这么卖都卖不出去 对吧 这就道理朋友能明白 进了生意口 想在市面上混 你一定跟那个市面的规矩类同 但跟那个市面规矩类同的时候 他们就能这么整你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